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直线加盟的充满力 你可想而知的力度很大 而那位武道员 一看例 悲观点说 他可能一世人都会残废的 很明显 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自然是要查 大家都不要忘记 过来之前 当时政府委任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小组 找了一些学者 做了一些研究 当时他们每个人出来说话 全部都是金属皮疗 我记得说得最多是金属皮疗 这四个字 当时我都问 如果真的是金属皮疗 为什么这些皮疗跟金属会挂上去 当时当然没有人给到这个答案 但到今天就撤明了 调查结果出来 当然 问题似乎就不是金属皮疗那么简单 而是说整个制作过程和工程项目 尺度的屏幕 喇叭 指甲的项目 是有严重的失实的申报 我觉得这个问题多大了一点 如果证明到他们是刻意地做的话 我相信这是很严重的罪行 就算你说不是刻意的 是错漏 那都是一个造成严重的损害 而且似乎的情况就不会是错漏的 显然都是不根据实际情况来申报 那我们都会问为什么 如果问题是好像今天公布的数据那么严重 有五倍至八倍的差距 那你掉下来真的是杂死人的 而同时你上面那些相关的工程装置 就显然就不足以去承托那么大的重量 所以我相信拘捕这五个人 现在就当然不需要进一步调查 看看他们在这件事上面的责任是什么 谁是填布那些资料 为什么会作出一个不进不实的申报 当然要知道 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 不应该只是针对这五个人 或者那两间公司 为什么呢 那政府最终都是有一个责任 就是审批相关的工程 那为什么 就是康民署或者说 相关的基建工程的部门 是会容许这些东西挂上去 你现在说他容许高空跌下的立体 伤到人那样 但是这个容许呢 我相信 就是负责審批的政府部门 也有责任的 那当然我就会同意 就是政府部门 就不是他们挂上去的 他们是负责審批的 而審批就建基于 申请那方交上来的资料 那这个是事实 那交上来的资料 就是专业部门 就要做这些东西 那就符合这个就是審批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審批 都不是纯粹看他 是否交齐东西的 是吧 他交了一些资料上来 那我觉得 相关的工程部门的 我说政府 这个審批部门的 審批那个人 他没理由对那些 那个物体 大致的情况 一点了解都没有的 如果他说 将那个 申报的数字 大幅度压缩 现在是 万多磅 就变成千多磅 是吧 五千多就变成千 那我觉得 你这个審批 那个相关的 政府官员 你都会对 提交资料 是否有严重的 偏差的可能性 有个判断的 你叫我申报 我的体重 我告诉你 我只有三十磅 你都没理由信我 是吧 所以我觉得 除了抓这五个人 说他们 意图制造虚假文件 或者说 提交这个 失实的资料 意图欺骗 用他一些物品 公告下这些 可能罪名之外 那这五个人 自然是抵死了 是吧 但是政府审批部门 是没有事了 为什么他会被他过关的 就算不是他们上去挂 他们对那些物体的重量 以至一般情况 没有理由完全没有概念 你说多少 他就信多少 有了这么多 就审批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就应该继续追究下去了 就不可以被政府 现在这样过骨法的 就是 将那些所有责任 推卸到那两家公司 推卸到那五个人 那全部都是他错了 我当然我也同意他们是错的 如果真的话 他们是严重错误的 他们要付最大责任的 但是 我觉得也不代表政府没错 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公布 我觉得有些少 有些少为这个政府 就是他们没有说 为政府应该存有责任 说得 愿不长 暂时我不会说他意图隐瞒 但起码是有些愿不长 令到政府的责任似乎就不存在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恰当 杨润鸿就说责任是租用人的身上 那康文处是最后的保管者 好像郑月布什刚刚说的 人家说你都信吗 你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判断呢 当然我觉得是的 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例子 你叫我身份我看重 我没有告诉你 我只有30磅你没有信的 那我觉得你负责做审批那个部门 和那些官员 他肯定是对那些东西有个概念 他才会做审批的 你不单止只是要审批 他有没有交齐文件的 你要审批他交的东西 是不是sensible 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刚才说到 就是今天公布的数字 是差那么远的话 我觉得没理由你这样都信的 所以我到现阶段 虽然我没有实际的证据在手 我会觉得政府的审批部门 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可以说 说了两家公司交错误资料 因为捉了五个人 就当自己完全没有责任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是他们属于专业人 其实出事的组件 都是大陆东莞做的 其实红莞主 举办了这么多年的大言演唱会 香港人对于这个 一点都不陌生的了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 都是红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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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计呢 这么多年来 香港没试过出现这种意外的 我觉得 为什么这两家公司 我暂时没有什么证据 我又不想说 东莞那些一定是差事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 为什么这两家公司 那五个人 是敢这么大胆 做一些这么离谱的情报呢 他申报这么离谱的资料 他肯定做呢 可能就觉得 没有所谓 都心存挑衡 你都一定批的 可能这么想 是吧 我觉得更加关键的就是 你随着 香港 公民社会 被 国安法打到散了 接着 现在的公务员做事 全部都 就是 政治行先 那 你看到 就造成的结果 就是 慢慢的人 那种警戒之心 就会 就是 反正我做错 又不用怕 传媒会打我 苹果又不在了 立场就死了 是吧 众新闻都接了 那第一 没有传媒做 就算 那些报纸 明报那些 都现在都没有做 追踪新闻了 那第一 他没有害怕 第二 你随着公民社会 瓦解 其实很多政府的把关工作 那些官员都会心态松弛的 就是 我不需要担心 有很多人会 例如那些议员啊 区议员啊 立法会议员啊 政党啊 关注团体 那些人会在那里挤我嘛 反正没有人挤我 那我就只眼睛一只眼闭咯 就是 懈着做咯 做多也不会有人得奖的 是吧 就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 香港一个成熟的社会 是很复杂的 包含很多环节的 不是说有个政府 就解决所有问题的 要有一个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组织 团体 关注组 或者说各些公民 也有发言权 有监察权 有传媒 那你才可以对社会的进步 和那些专业标准呢 就是把关做得好的 你随着这些公民社会被瓦解 你可以想象 就是官员的贪腐 一定会变得严重 你现在最近 你大家都知道的啦 那些计论部署 老头去接受款待 吃几千元的火鍋 现在没有事的嘛 是吧 一起开派对 不送安心出行 又是没有事的嘛 特首帮它包庇的嘛 接着你见到近来 那些工业商场 工业商场 就是如果以前那些 工会组织 或者传媒是做得好的话 在这儿的话 有一部分 譬如早前那个天秤 陷下来被人拍到 连天秤的脚都没有看好的 那这些以前大家 不会那么 就是你会有顾忌的嘛 但现在没有顾忌 因为没有人会看 没有人会跟 这些东西 那大家会放松 那连政府官员 可能在做监察的那些官员 可能他们都 就是现在觉得 我 省了眼 牙 牙 哪里会有事的 我信他们搞定的了 跟着也没有议员会托他 没有政党会托他 那他就慢慢地松弛了 那整个社会呢 那些专业标准啊 一些原本有一些界线啊 不断互相监察提升 那个这样的一些机制 慢慢地就会崩溃了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近期 工业意外多了 这些 以前从来没出现过的 意外 竟然会发生 很荒谬的 雄馆搞了几多十年 这些演唱会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的 那 那 或者说那些官员 審批了 然后现在就推卸特赢 推卸给那些 那些 两间公司那里 那哪里有这样的事的 啊 廉政公署现在做什么的 现在不是 去针对那些 行为失当啊 收受利益的那些高官的 是去针对那些人 叫人投白票的 那你的社会有办法不难的 你的国安法 以为打压公民社会 那就可以解决问题 实际上会制作更多的问题 很多问题以后会无人无私 那这次 只是停止一次 好 回来 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